姐妹們 兄弟們 聊天的時間到了 快速 好期待喔 趕快打開電視機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高志 歡迎收看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我覺得 當女生真的是太辛苦了 從發育開始 幾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要穿著內衣 這是男生完全沒有辦法 想像的束縛啊 對 對 而且說真的啦 內在美的優劣 真的是會影響女性的 體態跟健康 遠比外衣來得重要 那從小女孩蜕變成女人 你挑對內衣了嗎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一定要邀請到跟我一樣 在喻女性健康的 時尚媽咪竹婷來跟我們分享喔 歡迎竹婷 姐妹好 教師好 大家好 其實剛才聽完靜雯的開場 就真的知道說 其實女生真的很辛苦 就是剛才就講了 基本上你差不多從國小 差不多四五年級開始 就開始要穿內衣 基本上就是穿到 就結束這樣子 對 但是其實在世界上大約有 80%的女生是穿錯內衣 怎麼說 因為其實女生在選擇 內衣的穿著 很多人第一個她可能會 我常常聽到 類似像阿姨 阿嬤們 就是那一種 內衣穿到變嫁妝 然後嫁妝穿到最後變古董 有沒有 阿嬤還會從她內衣 過來拿起來說 這我做的 妳那年輕時穿的 有沒有 可以這樣嗎 對 其實很多女生 是捨不得換內衣 因為畢竟內衣的價格比較高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妳長時間在穿淡衣 妳基本上只有洗澡 那半個小時沒有穿 其實妳都在穿內衣 真的 所以當妳的內衣 選擇穿錯的時候 妳的胸罩穿錯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造成胸部 不管是悶熱啦 不透氣啦 或者是說很多的刺激啦 發癢啦 它其實都會導致 我們的皮膚過敏 說真的 穿內衣 真的太多困擾 所以我們今天 幫大家整理了幾項 大家一定會很有夠名 來看一下有什麼 好 內衣容易上癮 真的 女生最困擾 對 內衣為什麼容易上癮 其實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坐捷運 搭公車 手一舉起來 有的女生就突然變四顆內衣 因為內衣就跑起來了 有沒有 變這樣 那有的女生就是很尷尬 因為妳知道坐公車這種 然後或者是很多媽媽 或者是小姐 妳就看到她爹爹這樣 一直在扯內衣 對 那其實為什麼會造成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 妳的內衣的 下土台的彈性失去了 就是下面這邊失去了彈性 這一圈 然後再來就是說 選錯的內衣 尺寸不對 它就很容易造成 妳只要一動 內衣就跑杯了 這真的很不舒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 來 胸部不停毛汗 胸罩還有人 為了想要A cup變C cup 它裡面還會有那種泡棉 水餃 後杯墊 水餃 所以它很容易造成是什麼 它的濕氣汗氣透不出去 對 所以胸部就會容易什麼 爬會高冰 爬會濕疹 爬會墊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是什麼 這個 肝圈壓到 肋骨 肋骨 常常就會聽到就是 媽媽那個肝圈撐出來有沒有 對 它還要把它吐回去 還要把它填兩邊有沒有 那個有時候 那個內衣已經這樣歪掉變形 有沒有 它還要把它自己凹回來有沒有 也有可能是說 其實你的胸部已經在發育了 所以那個尺寸是不對的 也有可能會造成 那另外一個就是變形這樣 那女生的內衣就是不可或缺 那到底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呢 其實像我自己在這十幾年來 我都穿 五肝圈內衣了 十幾年 已經開始穿五肝圈了 那我第一個我發現說 其實當你選對的內衣的時候 五肝圈內衣並沒有 有的人傳統就覺得 沒有肝圈就沒有支撐 托腹 對 沒肝圈就撐不住 可是反而其實現在好的 五肝圈內衣是 它不但它撐得住 它甚至它在塑型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它其實反而彈性更大 因為肝圈內衣它是鐵的 它沒有彈性 所以它很容易會讓你不舒服 所以我就發現說 其實五肝圈內衣是可以 在現在達到一個很大的 需求量跟大家的選擇度 因為就是五肝圈內衣 是怎麼挑選好的東西 就是 怎麼穿才會好穿對不對 是 對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就五肝圈來講 因為現在材質很多 包含大家可以想的 像 運動型的五肝圈內衣 或者是有 勾扣式的五肝圈內衣 那其實五肝圈內衣 無外乎就是大家就想說 第一個 腹五肝要包得進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至少要透氣 因為很多媽媽 你去菜市裡走一輪回來 就不透氣了 對 所以透氣度一定要有 那當然我們沒有說 要多集中要 要剝刀洶湧要幹嘛 但是我覺得 胸部不要變形 對 對 穩定性其實是很足夠的 是 對 那當然再來選擇的部分 就是彈性的部分 彈性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不會讓你的背部 勒出三層肉 其實也很重要 是 晚上聽起來 你根本就是 五肝圈內衣達人了 是不是 那你都怎麼選擇呢 第一個 我除了穿五肝圈 在這十幾年來以外 再來就是我現在開始 因為近幾年很流行 叫做 保健內衣 對 這種東西 其實我有時候常不懂女生 就是 你看現在中年慶要到了 保養品 十萬日 十萬 什麼幾萬日 開下去這樣子有沒有 你顧了這張禮以後 你發現 其實你的胸部 其實它是女生獨有的 真的 它你反而沒有在照顧 所以你最在意 五肝圈的機能 一定要有哪些 第一個我覺得透氣很重要 透氣很重要 因為怎樣叫透氣的內衣 直接在上面加熱水給大家看 它就是會有水蒸氣 那我們就模擬 這是你身體的濕氣汗氣 譬如說 你今天去菜旗子有沒有 你嚇一輪 然後你回來 你大顆 洗顆顆 那一般的內衣 它可能沒有辦法達到 這麼好的透氣性的時候 你可能上去就會悶了 馬上透出來 然後我跟大家講 我們要測試 測試有杯墊的地方 來 我們再把它第二件套上去 馬上也是馬上透出來 然後我們再套第三件的胸上 就是你看 再上去 有沒有 真的 就算深層這麼厚 它還是馬上就透出來 那什麼叫做好的這個 保健內衣呢 就是你看像它這件內衣 它在胸部的內裡的部分 它是有這個石墨烯的 是 那這個六朝的石墨烯的蜂巢 它很特別 它是當碰到你身體 有濕氣 汗氣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產生這個能量 那大家也知道 石墨烯有遠紅外線 那遠紅外線的能量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循環 現在內衣它會讓你 有很多的附加的價值 是勝過於你在穿內衣的缺點 是 所以你現在都穿這一款 對 我現在都穿這一個 而且我覺得 還有一個很棒的事 像這樣的內衣就是說 第一個它沒有鋼圈 所以在你穿著的時候 你不怕就是說不舒服 或者是說 我洗內衣很麻煩或幹嘛 然後你看它不只沒有鋼圈 它還沒有膠條 因為以往如果沒鋼圈 它可能側邊是有膠條的 對 其實有的女生 會擂住超不舒服的 對 而且 靜雯你算瘦 像我們有肉的女生 我們有時候這邊那個膠條 會被我們吃進去 那個肉肉會把它你知道撐開 然後吃進去 很痛 而且看起來好像它是就是驚喜 也是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我之前姐姐 幫姐姐或是家人 就是洗衣服的時候 那些都要放在洗 放內衣袋 對 那個很麻煩的每次 那個時候為什麼 是因為有鋼圈 是 因為怕它變形 所以都要放所謂的內衣袋 那因為像現在這個 無鋼圈用無膠條 所以其實你不用放內衣袋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看它的側邊 因為包覆性很大 它的彈性也非常的大 真的耶 你拉得也太用力了吧 你看 而且這一件是最小的尺寸 是 那它還有尺寸可以分 它還有很大尺寸 真的耶 像我們比較有肉的女生 有時候可能在 像懷孕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會有胖瘦 差到五公斤 十公斤 可是你會發現說 一個好的內飾 它都可以吻合你 是 今天的身形這樣子 這個真的很棒 而且我真的注意到 這側邊真的加寬加厚 它加到差不多十 十三公分左右 而且它連側邊都是有彈性的 因為你知道很多的這個旁邊 是做什麼 是做膠條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子 有彈性 它就會不舒服這樣 所以你加到十三到十五公分 第一個它不會卡腋下 你一樣好活動 那第二件事情它 其實像我今天穿得比較透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是包起來的 很服貼 超服貼的 而且是很薄的 對 然後不會擠肉 因為我算有肉 你看它完全不擠肉 所以你穿起來有一點像 薄薄的小可愛在裡面 可是它反而會讓你的身形 變得很好看 那它像這個是有排溝的 很多的媽媽也會比較喜歡是 因為有的無鋼圈那些 是像運動型的 你要嘛從上面套 五十肩又已經套不下去了 從下面套 我們屁股又比較大 把它拉鬆了 對 那像這種有勾扣式的設計 就是說你可以依照你的身形 勾裡面 勾外面 它反而還有 穩定度也比較好 對不對 真的很厲害 那說真的 就像妳說的 比較有肉 就是什麼被罩 被大一點的 它的包覆性也可以 對 妳看像我今天這樣子穿 我就是整個包得起來 而且不只包得起來 妳會看到它的挺度是漂亮的 有餒 對啊 有餒 很多像胸部跟我一樣 大一點的媽媽 它可能已經掉到 肚臍 對 我是說真的 我早期穿五股圈內衣 真的是這樣 早上出門在看的時候說 那個妳知道進電梯鏡子看 好像滿漂亮 中午回來說 怎麼開始掉到肚臍眼了 因為那個肩帶沒有彈性 坐得不夠寬 它就會容易什麼拉力不夠 那妳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肩帶有做加寬 它又可以做調整 所以它今天可以依照妳的身形 有沒有看到 真軟Q有沒有 真的 妳就拉得住 那拉得住 今天不管妳前面是C罩杯 B罩杯 D罩杯 F罩杯 妳都拉得起來 那妳就會身形就會漂亮 而且我覺得這個設計很貼心 是比較寬 我們這個肩帶的地方比較不會勒 對 比較不會壓迫 因為有些太細就會勒住 是會超不舒服的 就會紅紅的 真的耶 那我還要注意一個很大的優點 它是不是有一個大U型美背設計 對 它有一個大U型美背設計 所以我剛才講說穿衣服 其實在搭配上來講就很好看 然後前面又做這種 有點深V的小蕾絲 對 就是做這種我覺得很雅 就是妳普通的時候 真的微微露出來 人家不會覺得妳是內衣 會覺得妳是一個漂亮的 對 蕾絲小可愛 真的耶 我覺得這一件吳剛軒內衣 已經符合我們女生所有的需求 而且這樣背後加寬 有時候穿比較貼身衣服 不會變成毛毛蟲 對 米其林這樣 真的很棒耶 是 這內衣真的太棒了 所以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解決妳心中的煩惱呢 穿胸罩不應該是一件 不舒服的事情 穿對內衣還可以保護我們的乳房 防止乳房受到傷害喔 討厭內衣的舒服感嗎 跟著我們竹婷挑選這個 石墨溪保健內衣 藉由功能性的設計 釋放女性的壓力 我們感謝竹婷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高志 歡迎收看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近年 跟瑜伽褲這類的緊身褲 因為健身的風氣盛行 也造成了一股流行的風潮 但是也是一個 滿受到爭議的服飾 因為女生不只運動會穿 就要平時去逛街啊 下午茶都會穿 把它當成一個時尚穿搭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認為 緊身褲呢 這樣穿上去 會讓你的下半身的線條 圓形畢露 所以穿緊身褲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 也是緊身褲的愛好者 時尚媽咪竹婷 來跟我們分享喔 歡迎竹婷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褲子穿在自己身上啦 有鬆快嗎 舒不舒服 好不好活動 好不好穿 其實才是最重要啦 其實我們男生來說 有兩種的感法是 一種是像我的朋友是 他們是其實不太喜歡 女生穿那個緊身褲 所以因為好像 不是不好看 就是好像不是正式的感覺 像去吃飯啦 或者是約會的時候 好像他們覺得 這樣子 沒有打扮 對 對 好像穿可能是 脫鞋來那種 有點隨便啦 但是我是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滿喜歡的 因為這就是 那個腳的線條很漂亮嘛 所以我是滿喜歡的 可是說真的 腳的線條漂亮 穿是好看啦 可是真的緊身褲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駕馭耶 因為如果穿得不好 甲胯寬 對 大腿肥胖粗壯 就是所有的不好的缺點 都會被展現出來 對 其實早期緊身褲 可能比較是屬於運動在穿 所以它可能在設計上 沒有那麼的時尚 然後很容易就是 反正運動穿嘛 沒什麼人看好不好 但是現在我覺得 現在的緊身褲其實 它已經有別於傳統了 它開始很多的設計上面來講 它會依照身材啊 修飾啊 然後還有什麼 屁股的位置啦 對 大腿的位置啦 它會做修飾線 所以呢 穿起來會比較好看 那再來就是說有尺寸分 以前就是FREE SIZE有沒有 對 你四十公斤穿有漂亮 五十公斤 六十公斤 七十公斤 八十公斤的 穿起來可能就不好看 是 對 但是現在其實很多的緊身� 開始已經有很多的尺碼 可以做選擇 是 而且其實緊身褲不只尺碼 連材質其實蠻重要對不對 因為其實它每天跟我們就是 身體緊密的接觸 聽說也會影響我們 私密處的健康喔 對 因為其實緊身褲 因為它變成是說它是 大部分都是比較屬於是 POLYESTONE的這個做工 那你會悶著嘛 那你悶著 我們有私密處又在穿內褲的部分 如果你內褲選的材質也不夠好 就會等於好像層層悶住 好像你貼了兩個膠帶在外面這樣 所以就很容易會有感染 那尤其像那種天氣可能變化大的時候啦 我們不管是身體的抗體比較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潮濕悶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比較容易感染 發炎 所以呢 其實要穿緊身褲 我覺得還是要選擇 布料是比較透氣的 然後彈性也比較好的 你穿著起來會比較舒服 是 那其實說真的 就是緊身褲選擇太多了 對 那到底怎麼選比較好呢 其實因為像我自己比較喜歡穿 就是說這個 像我身上這個是這個 礦石的能量褲 那因為我個人是這樣 我覺得都買錢口啊 就跟內衣一樣嘛 都要穿內衣跟褲子 是不是在我們穿的時候呢 它有能量 它可以幫助我們 不只是穿得漂亮 它還可以達成 那像我身上這一個礦石能量褲 它在日本非常的受到歡迎 那因為它很特別 因為它整個是從 你穿上去的腹部 到整個腳踝的部分 全部都有滿滿的這個能量式 這個能量是用碧錫做的 怎麼看 所以我帶大家來看看 它整個你可以看到 整件從我們的腰頭穿上去以後 到屁股 到大腿 到小腿 滿滿 你看到這個一點一點 這個我們是把它反過來 全部都是能量 那這個能量式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就是可以產生 遠紅外線的共振原理 所以在你穿的時候 它好像就可以幫你的腳 大到循環跟按摩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腳會腫脹 會不鬆懷 你會用來抓著對不對 對 但是它等於是 你無形之中在穿的時候 它幫你整隻腿 連後面全部都在幫你做按摩 很棒耶 因為是腳的那個循環 是會影響到就是整個健康嗎 對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是很棒耶 就是穿這個就是 就是充電的那種感覺 好像在一直在幫你做運動 幫你做循環 對 所以其實選擇 我覺得既然你都要穿了 也可以選一個比較好一點點的 循環更好的 你就會更好穿這樣 講到循環好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比如說小姐姐 本身就已經容易水腫了 對 或上班族坐到辦公室 坐到下午 腳都腫到可能沒辦法穿鞋 所以循環好真的很重要 對 聽說它是不是有個 非常特別的設計 是 我們穿上去可以保護我們的 什麼下背部 腰式嗎 因為它做了一個 高腰式的彈力設計 所以這個高腰式的彈力設計 很像什麼 有些阿公 阿嬤可能洗完澡的時候 說來喔 我這裡有帶抱抱撞 那有帶抱撞撞 你幫我貼個小腰膏有沒有 它其實在穿著的時候 好像就有小腰膏貼在上面的概念 是 然後讓你的循環會更好 那你循環更好 相對而言你就不會 常常需要貼這個貼那個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很健康的 就在你普通的時候 穿褲的時候 就會幫你達到這個 循環跟保養 好棒 但這個是這麼多 就是那個能量式 就是彈性好嗎 它彈性非常好 而且它是永久有效的 真的 它是永久有效的 我等一下拉一下彈性 給大家看 來 看一下 因為你知道很多 彈性就是像剛剛海高智說的 就是說我沒有尺寸 我沒有彈性 像我手上這一件只是XL號而已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彈性 這大概 200公斤都穿得下去了吧 絕對沒有問題 它的彈性非常好 因為它是 高丹尼素的彈力不亮 所以你怎麼穿它都不會 就是卡卡的 然後再來你會發現說 它沒有車縫線 因為以往褲子是不是會有車線 所以你車縫線會容易 第一個貼身容易有痕跡 第二個會容易造成搔癢 它完全沒有的狀況之下 第一個它穿著起來很舒服 而且它是台灣製的 然後再來是個尺碼 基本上你從26腰 小蠻腰 穿到我們媽媽 比較有肉肉的腰都沒有問題 我注意到這個整個高腰設計 這個很讚耶 不用擔心 因為如果你穿那個緊身褲 它如果那個腰頭不夠高 你坐下的時候 它會往外翻 腕卷 然後就在那邊默默在那邊 撥撥撥 是... 很尷尬 而且你剛剛在拉的時候 我也試試看 它真的可以感受到 回彈的那種彈性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回彈性的好啊 不只是這樣 它還有輕雕縮的功能 怎麼說... 像我自己 因為我生了兩個小朋友 我給大家直接看好了 等一下你們不要嚇到 因為呢 我生我女兒的時候 我胖28公斤 我其實沒有回去 就是我沒有瘦回去 然後很多媽媽就是很擔心 你看這個腰的位置 你看像我現在穿你 我發現一件事 它不會擠肉 而且我剛才是坐著 直接站起來 它也沒有翻卷對不對 然後它也不會有那種身形 不好看對不對 但是呢 來 等一下 我稍微把這個塞一下 衣服塞一下 你看我側邊給大家看 是不是還滿平寒的 好浮貼喔 是不是 來喔 不要眨眼睛 唉唷 有沒有看到 很多媽媽生完小孩 就是這樣回不去的 是安全小福吧 那很多媽媽 妳說這個妳要去抽紙嗎 也不可能 穿瘦身褲 妳可能也穿不住對不對 是 高知已經下巴掉下去 會看到 我媽媽都是這樣 真的 可是妳會發現一件事情 來 當我這樣子 一穿上去這個高彈力 布料的時候 哇 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真的耶 瞬間就收回去了 而且妳看它還有提臀 它整個就是好 讓妳整個這個拼材 而且妳看喔 我穿上去是 還其實還有彈性的 所以它不會讓妳 淚得不舒服 因為有的妳說 我收起來了 可是我不能呼吸 我不能動 妳看我今天 我要去跳瑜伽 一模 二模 有沒有 都OK 沒有問題 所以它彈性非常好 超級棒的耶 我說這個高 你說高彈性的這個布料 很厲害 我剛剛不要說 我連高製都看到 下巴掉下來 這個完全解決女生 她最不在意的那些小問題 像肚子啊 屁股啊 然後彈性的部分 它等於是一件 就可以搞定這樣 太厲害了 彈性好 但是這種的褲子 不是通常是有一點 悶悶熱熱的嗎 它是透氣也是好嗎 這一件它很厲害 就是它很厲害 就是說你普通手 可能就是在家裡穿啊 或者是因為現在天氣 開始在變化了 你可以在家裡穿 然後出門也可以穿 它連運動啦 買菜啦 它都不會悶了 那我示範一下透氣性 給大家看 一樣就是用乾冰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乾冰其實就是水蒸氣的概念 那就跟我們身體 當你遇到濕氣汗氣的時候 譬如說好 我今天去運動 我可能大量流汗 如果我穿了它 到底能不能透氣 妳來 妳可以看一下 太透氣了吧 來 一件不夠我們兩件 雖然你不會穿兩件去做瑜伽 而且你是用那個腰部 最後的那一層 對 然後就是直接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透氣性很好 所以你就不會悶了 那你不悶了 相對而言 你就會舒服 那你舒服你就願意穿 那你在穿的時候 它同時可以 因為它的這個礦石 有這個能量 有紅外線 它可以幫助你的循環變好以外 它又可以讓你的肚子不見 屁股變翹 然後你的 它還會讓你雕塑你的腿 那怎麼可能不喜歡 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說真的 最近真的天氣慢慢轉涼 就像妳說的 有一件這個能量褲 幫我們讓腿保護住 因為其實說真的 腿如果溫暖了 整個身體就暖了 對不對 比較不容易手腳冰冷 循環不好 對 因為其實腿 是我們第二顆心臟 那其實我常常覺得說 除了我自己穿漂亮 我也會像幫我自己的媽媽 我的阿嬤們 他們其實像這個 我都會幫他們注意 為什麼 因為其實老人家 其實到了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他們的腳腿 人家說腿腳比較沒力 那其實循環就很重要 那真的你把它穿這樣一件 你會發現說 它比較願意出去走一走了 那現在大家也解禁了 可能要脚出去洗頭 它也有力氣出去洗頭 是 真的 想不到一件能量褲 這麼厲害 真的解決我們穿 緊身褲的困擾 是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解決你心中的煩惱呢 選錯緊身褲 除了凸顯我們身材的缺點之外 更嚴重還會傷害到 我們私密處的健康喔 所以跟著竹亭選擇彈性好 又能雕塑身材的能量褲 不只透氣 還能幫助循環 腳是我們人體最重要的 所以把它顧好 我們才會健康有活力喔 感謝竹亭的分享 謝謝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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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康大小寶 千萬別說過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拜拜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超多好康的訊息 說過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請按讚